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是不允许的 这是大罪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按照使者告诉我们 做一个祈祷 阿拉我们向祈祷 祈祷这个风的益处 风带来了好处 祈求你所命令风的好处 我们向你祈求免除风的坏处 我们不要咒骂风 也不要乳骂什么汽车啊 生树啊牛羊托等等 都不允许 不要乳骂时间啊光音啊等等 我们不要说食物不好吃 如果你喜欢吃就吃 如果不喜欢吃就不吃 不要骂他人 以至于 那个 媒陀们崇拜的 我想你也不要去骂他 穆斯林不说粗话 不说脏子 穆斯林只说善言 美好的言词 要么说善言 要么沉默 穆斯林应当走盛行的道路 实者曾经说过脏话吗 从来没有过 我们的先知 实者具有最美好的品格 以至于和媒陀他们之间都说美好 从不咒骂他们 以美好的品格和他们交往 以至于 媒陀们都公认 使者是诚实的 是这个可以托付的 他们 媒陀们都说 我们的使者 是具有最美好的品格 他们有钱财需要 这个包管的时候 都在 媒陀们都找我们的使者去包管 他们喜爱 他们喜爱先知 为他们做出公正的判决 使者和他们的交往过程当中 他们都承认使者有美好的品格 我们作为穆斯林 我们作为穆斯林 走伊斯兰的道路 必须走使者走的道路 那 会计划 我们有一个不够的 承认